前日午后台湾的封面又到 暴雨又开始狂炸 大家一定有感 而中国南方各省市 也是开始持续遭到暴雨的侵袭 洪水跟土石流不断 因此出现了6月4号 中国这一列高铁 上午9点钟从贵阳出发之后 10点半才开过了 贵州荣江站的一个隧道的时候 因为出隧道口的轨道上方 出现土石流 高铁整个撞上崩落土石流 失控滑行数百公尺之后 变成这副模样 高铁列车脱轨横卧 插进了荣江站的月台 司机丧命 车上8个人轻重伤 中国上次重大高铁事故 是在11年前 温州高铁追撞 当时造成40个人丧命 143名高铁乘客 上周六上午10点多 遭遇了生命中最惊险的一刻 这动车撞我 想死我了 他们所搭乘的贵阳 往广州第2809次高铁列车 从起站出发后一个半小时 在穿出隧道即将进入贵州 荣江站之前 列车一次撞上崩落轨道的土石流 导致整列八节车厢的列车脱轨 车头方向的两节车厢 更是断开之后 横卧在荣江站月台上 高铁列车脱轨事故 造成整个车头全毁 高铁司机员不幸丧身 另有八名乘客轻重伤 中国大陆南方近来暴雨不断 多处传出洪灾 广西贵州等地也持续遭暴雨侵袭 事故发生前 气象单位更在当地连续发布了暴雨 雷电等多个预警 而此次高铁轨道行进的月债隧道上方山体 更在事故发生前突然出现土石流 列车在驶入总长约600公尺的月债隧道之后 司机员发现隧道口的轨道出现耗制异常 虽然紧急把200多公里的行驶速度降速 但列车仍在出隧道口时 撞上摊落在轨道上的土石 导致列车失控滑行数百公尺 沿途撞断部分高架轨道护栏以及电线 最终在荣江战月台脱轨翻覆 铁路桥的两侧都有这样条状 应该是条状的防护栏 这个防护栏是缺失的 在护栏缺失的部分 这里明显的就少了一根电线杆 事发前约20分钟 曾有另一班高铁行进同一个路段 当时轨道状况一切正常 研判土石流就是在这两班高铁兼具期间 釀货 事故发生之后 当局紧急停驶所有贵阳往广州的列车 并且出动上千人员清除土石 与排查列车轨道隐患 21小时后 相关路段周日上午恢复了正常营运 训职司机员杨勇 在事故发生前五秒拉动降速阀 让伤害减到最低 他的遗体周日返回老家贵州遵益时 民众纷纷致敬 专家坦言司机的应急处理难能可贵 挽救车上人员性命 专家也说土石流难以预测 也很难侦测得到 因此事前对轨道边坡做定期检验与排查 以及高铁在下雨和地震之后 采取降速运行 有助于防止事故发生 中国大陆上一次重大高铁事故 是在2011年浙江温州发生的高铁锥撞事故 当时曾造成40人死亡 近200人受伤 TVBS新闻综合报导